有点拖了 哈喽大家好 我们今天呢准备就要坐轮渡去海口了 然后我们现在停在徐文区一个温泉酒店的停车场里面 这边真的是太热了 我的妈呀 昨天晚上都没睡好 幸亏昨天晚上开了几个小时的空调 但是早上六点的时候就被热醒了 这边还有专门有一个房车的 总共几个人 两个人 是你们两个 然后现在乘客要下车往那边走 开始就要司机跟乘客要分开了 我们是偷卖房车要怎么买的 那你几个人 两个人 两个人的身份证 后面那个偷卦的 卦的那个牌照也 我就给你两个车牌号 然后两个身份证 对吧 好那稍等 这边上靠一下吧 他要我们买票 要两个前车跟后车的车牌号 还有身份证帮我拿一下 好像车牌号已经帮我们录录了 写着上面写着就是各个车的价格 我们现在已经买好票了 两张的车票应该是 然后总共金额是831这一号 买好船票以后呢 你就得根据船票上指定的登船口 也就像是我们坐火车的检票口一样 在那边排队等待上船 因为我们是拖挂房车 所以呢就是要靠在最右边 也就是等到所有的车子都上船了以后 我们才可以登船 和我们有同样待遇的呢 还有新能源车 也是要等到最后才可以上船的 这个可能也是未来安全起见 在上船的时候 开拖挂的小伙伴们一定要注意啊 特别是像开我这种这么长拖挂的上船的时候 一定要注意你是否会拖底 因为轮度它这个甲板呢 有时候会平的 有时候会有弧度 大家看我这个车子上船的时候 它这个车子会有一点 过来过来 然后船上的工作可以呢 给我电子 电子 所以呢让我进去了 但是进去 上到甲板 下去的时候呢 特别容易 因为这块呢 大家一定要关心 有点紧张 我发现有什么问题 一定要及时停车 然后呢 那这边的工作 下去的时候 让你把电子垫上 这样子呢 就可以避免你的车子拖底 有点拖了 这底下有点拖了咋办 没有没有 还没拖到 你看底下有那个 那个 那个肢腿有点拖了 走走走 拖了拖了 肢腿拖了 拖底了 这个就前面垫点东西吧 对前面要垫一点东西 那个腿要垫一下吗 垫了 垫了 可以了 可以了 走吧 他们还有专业的东西 垫一下就好一点 我们上的这艘船呢 工作人员的态度也非常的好 很积极的帮我们把电子垫上 虽然在最后拖了一下 但不是很严重 可能是我的电动支腿跟甲板稍微刮蹭了一下 所以呢大家在进船的时候呢 一定要注意安全 我们现在把狗子带下来 等一下 不许出去啊 等一下 慢点 慢点 上面有风还挺凉快的 风力气太大了 拽不动它 这个邮轮还是真大呀 往前面人少一点 船也很大 对呀 对面这个船也很大 哇 哇 里面有空调的 哇 每一排都站满人了 哇 都躺着的 真的是 感觉好像下雨的 哇 它这个水好清啊 你看 嗯 都是蓝色的 好凉快啊 哦 会在这里站的吧 三两三那一层 前面就是那个 钻井台 一些不需要啊 一些 这两家伙现在可贵 就在这边看 我们估计还有20公斤需要套的 这边的车子是从这个口出去的 好多人已经出去了 然后我们的车子是停在最后面 也不着急 等他们先走一走 我们可以走了吧 我们现在已经下来了 然后呢 KK 他一个人跑后面去开车去了 在下船的时候 得了 就把他棒了 特别的车子 味道 来 你在这边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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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甜吧 不错不错 是吧 很好吃 确实口感非常的干纯 有点冰激凌的感觉 唯一就是那个盒稍微大的一点点